地离战永不过时 俄罗斯的优势显现 乌克兰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我是卢忠诚 很难想象在现代战争的战场上 俄罗斯却还在用着二战的思维 构建起一套属于二战的战场防御体系 更加离谱的是 乌克兰还真的就被这种体系给防住了 这不仅仅说明二者都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还说明了大规模地离战并没有过时 相信大家对地雷都不博生 我国1962年上映的地离战 就曾生动的展示了抗战争时期 巴陆军是如何通过地雷 让日卫军寸步难行的 而这个炸的鬼子寸步难行 现在放在乌克兰身上 那可是刚刚好 根据俄罗斯发布的作战视频来看 一队由布莱德利和鲍二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车队 其中有一辆扫离车 四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和一辆鲍二A6坦克 无一例外的都败在了俄罗斯的地理阵前 而后续前来的增援中 又有五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处理贪慌 形成了开战以来最著名的装甲坟长 可以说北约装备的神话 有一半都败在了俄罗斯的地雷阵面前 这片不足200平米 却躺着9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的地方 被网友们戏称为布莱德利广场 很显然北约的有些装备 在这种烈度的战争中 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 这也说明了高端的装备 往往只需要简单的打击方式 这句话还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那么问题来了 乌克兰在战争早期不是也用过地雷吗 俄罗斯也用过 为什么那时的作用差距这么大呢 这就得看双方的布雷手段和地雷种类了 首先布雷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俄罗斯前期的快速行动 让乌克兰根本就来不及布置大规模的雷场 而俄罗斯在攻占安东诺夫机场失败后 在撤雷的路上也没有时间去布设雷场 甚至都出现了把反坦克地雷摆在路上 又走掉的乱象 但是随着战争的推移 双方都开始了地雷布置 乌克兰甚至用火箭炮 向顿涅茨克的居民区 发射了臭名昭著的花瓣地雷 但是除了这种方式外 它也只有通过人工方式布雷 效率比较低 而俄罗斯则是一如既往的 掏出了来自前苏联的 祖传的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人员地雷 而秀气斑斑的发射装置 则用一辆皮卡装载 当然了 这是俄罗斯的对外宣传 真实的情况是俄罗斯投入了最新一代的 耕作布雷系统 由8×8军用卡车底盘搭载 配备两组25个122毫米的布雷发射器 能发射部署反坦克地雷 或者是反步兵人员地雷 布设雷场的效率极高 具有很大的突然性 而且布设的地雷可以进行敌我识别 还能够定时自毁 以达到保护平民的目的 上面我们说的 布莱德利广场 用的就是这种布雷系统 除此之外 俄罗斯的龙卷风火箭炮 也可以进行布雷作业 除了高达270枚的载弹量之外 能够布置的雷场更加智能 更敏感 分别是POM-3型智能杀伤人员地雷 和具有非接触式磁性目标引信的 PTM-4现代反坦克地雷 这两种地雷在扎波罗热地区 对乌克兰的反攻 曾经造成过巨大的困扰 所以说 无论是布雷方式和地雷的种类和数量 俄乌双方可以说都不在一个量级 高下力判 俄罗斯占着明显的优势 更不用再说排雷能力了 可能吧 高精尖武器的英雄少 在俄乌战场双方 确实有一种菜鸡互佐的感觉 但还是那句话 没有最厉害的装备 只有最合适的装备 在战争中 没有最厉害的战术 只有最合适的战术 而对于持久战 必须得是消耗得起的作战模式 所以地雷战可能永不过时 甚至随着地雷 布雷系统扫雷方式的迭代升级 地雷战可能也会在俄乌战场上 与时俱进的发展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 欢迎各位网友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